由日系大廠 Adolas 所推出的人氣遊戲 Persona 女神異聞錄 在上週也公布了女神異聞錄 5 的預告囉 這次預告除了有 CG 之外 也有時機遊玩的畫面 究竟這個面具會不會是這次的召喚器呢 看下去就知道囉 由日系大廠 Adolas 所製作的 Persona 女神異聞錄系列最新作品 女神異聞錄 5 在上週舉辦的 LIVE 活動中 公開了全新預告影片 在影片中可以看出本次的主人公是位平凡的學生 而召喚出面具後 將化身為怪盜與夥伴們展開冒險 穿梭在影世界中如怪盜般跑酷行動 這次的主角群分為三人一貓的組合 並和先前的系列作一樣 遊戲將依照招、午前、午後、夜間進行 更多詳細的情報就有待 PV2 的公布囉 後續也請玩家們務必鎖定我們的追蹤霸道囉 寶貝 Balui 作曲 90字幕字幕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